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12日 阳光明媚 秋高气爽 心情舒畅 所以呢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做视频 觉得不错 也尝试一下 也赶一下时髦 因为最近都流行 做短视频 对吧 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那个观点 对吧 那么原来呢 过去若干年前 我在国内经常上那些论坛 发帖子 我当时还是非常活跃的 后来呢 对吧 众手周知 对吧 那个对政治类的 时政类的管得非常严 经常被封号 近年后来呢 我就慢慢就就就就就 懒得弄了 对啊 自己事情也多 那那个 然后呢 自从2018年开始 美国跟对中国开始 贸易战开始 对吧 那个川普政府啊 那个极限打压啊 无所不用其极 那个事情发生了越来越多 然后2022年开始 对吧 哎呀 台海危机啊 台海对 那个台海 中印对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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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对峙啊 对吧 那个疫情啊 美国大选啊 哎呀 烂七八糟 事情特别多 然后呢 我又经常上油管 对吧 去去看那些 那个up主啊 挺有趣的 反贼也有 对吧 轮子 反贼 那个带路党 恨国党 都是生意啊 都是靠这个 吃饭赚钱的 然后呢 爱国 爱国的里边 也有几个 不多啊 不多 但是呢 我原来说实话 我也不想 参合在里边 对吧 我就看看吃瓜群众 有时候呢 觉得某位 那个up主说的好 哎 我下面留言 那个那个 支持一下 鼓励一下 对吧 有时候呢 有些up主会 那个直播连线 哎 我会 我会那个 那个打电话过去 那个那个 跟他们聊一会儿 是吧 那也就 仅限于此了 然后呢 是什么促成 我想做这个视频 并在油管上 做个频道呢 那个 就是说 昨天啊 我看到一则新闻 说什么呢 就是说 美国的那个 webster大学的 孔子学院 中方院长 刘强 被那个 FBI搜搜查的时候 死了 啊 至于是什么原因 啊 是那个突发 疾病致死 还是被美国警察 粗暴执法 跪压致死 还是反抗了 被那个乱枪击毙 还是怎么样 公开渠道 官方渠道没有 对吧 然后我觉得 这个事情 得得得得 做个视频说一下 我觉得非常 那个非常不对啊 我觉得那个味道越来越不对了 所以我 我觉得我有责任啊 我有义务啊 那个那个 把我的观点说出来 因为我 大家可以看我那个检计 我在美国 迈阿密啊 你看我的网名 那个频道名 就是迈阿密上海 对吧 观天下 那就是说 我本身上海人啊 所以迈阿密上海 那个 我在美国社会啊 还是比较了解 因为我在那边 生活工作过好多年 还是比较了解的 那个 对那个 那帮白人啊 所谓统治阶级啊 Anglosaxian那帮人 内心的肮脏 卑鄙 贪婪 残暴 我太了解了 那个 所以呢 我觉得 我要做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是一家之言啊 那个 不一定说了 不一定对 我也不是专家学者 对吧 肯定带了自己的立场啊 做视频的人都有立场 我带了立场 我立场签名啊 那个 那个 就是爱国 对吧 那个 希望 以我 那个 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是一个普通中国人 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的 普通中国人 以我的视角 来解读 某些事件 我个人呢 对历史啊 那个 时政啊 国际政治啊 比较感兴趣 也是个伪屁名 所以我经常关心这方面的那个那个那个东西 所以呢 我我我 我这次我忍不住啊 我得我我得发声啊 说一下 然后呢 呃 那个 说的不对 希望大家评评一下 交流探讨 没关系 对吧 不要 只要不要 人身攻击 我都能接受 呃 人身攻击 骂人 那对不起了 那我就把它 把你评比了 或者怎么样 对吧 那么就是说 我的呃 我的看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呃 大家都中国人啊 不管你承不承认 你的脸 你的基因 就是黑头发 黑眼睛 黄皮肤啊 你再甜美 你再精神美国人 你再怎么样 人家心里里面就不帮你 不把你当自己人 非我足了 也寄心必毅 美国人学的太好 我跟人家 对吧 无言联盟人学的太好 英国人学的太好了 咱们这个老祖宗 传下来的东西 咱们不能丢 不能忘 要牢记这根弦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 我希望就是说 那个广大的 那个爱国的 那个那个草民啊 我们都属于草民 老百姓对吧 呃 那个呃 发声 为国发声啊 各殊己见 为咱们中华民族的 那个那个 伟大复兴 尽自己的一份 绵薄之力 对吧 咱们 人为言轻啊 呃 但是呢 那个叫拒杀成塔 说的多了 那个渔轮场 就慢慢慢慢的会 会会会有所改善 对吧 现在做啊 那个油管 特别油管上来啊 反华 反共 轮子特别特别多啊 那个那个 已经比前选也好多了 对吧 现在我都看不下去 对吧 那个最近有 慢慢的有不少的 也是不多啊 不少的爱国阿普署上来 那个 所以吧 言归真传啊 言归真传 从那个刘强之死啊 我感觉到就是说 我判断啊 美国将会大规模的排华 将会 这个这个风潮将会越演越立啊 越演越立 来掩盖国内的种族矛盾 那经济 经济衰退 对吧 然后那个族群撕裂 然后党争啊 美国现在党争非常像 怎么办 中国明末的时候的动力党 党争啊 为了争而争 为了反对而反对 不管你民家 国家民族什么什么 去他妈了 管你他妈了 对吧 只为自己小团的利益 你说这个国家会好吗 不会好 对吧 然后呢 如果啊 排华那个那个风潮 大规模排华风潮 形成了一个气候 我跟你讲 所有在美国的华人 都要倒霉 都要倒霉 那个 包括啊 那帮恨国党 轮子 反共的 包括最近那个 是吧 那个郭文贵 郭总统 郭大总统 新中华联盟的郭大总统 手下那帮蚂蚁帮 去围攻 去用那个 那个 那个所谓 那个法轮功的手段 就是说围堵啊 骂街 去围攻那些 那个 早些年出去的 所谓的民民分子 比如黄河边啊 比如那个什么 傅西秋啊 什么牧师啊 对吧 还有那个 那个吴建 吴建民 还什么 还有其他几个 我名字叫不出来 对吧 都是老牌的 那个 民运分子吧 所有民运分子 他心里想着 向往的 那个民主自由啊 所谓 然后 不顾一切的 到了美国 然后呢 以为美国会给他 如何如何如何 有些人搞到身份了 有些人搞到血卡了 有些人 入籍 包括那个前 前几天那个 杨建立 对吧 很有名的那个民运头子 入籍申请悲剧了 为什么 你曾经是共产党 不管你后来有没有退党 不管 现在美国一切就是什么 跟那个 那个苏联的时候 跟咱们文字的时候 正知正确 只要你是共产党 他就 就得反共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都都都都对吧 前段时间不是说嘛 对吧 你美国国务院拒绝 移民局 对吧 拒绝 所有中国共产党的人员 包括家属 移民 然后呢 你过去 如果后来退过 不管 不管你反共 不反共 亲共 都得拒绕 所以我个人判断 那帮人 没有好下场 那帮人就是说 怎么了 就是美国人也 养了你 就让你 那个 不拿那么多 你看看 信不起那帮 信不起什么大浪来 全是一帮他妈的 那个那个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 这个情况 就会打嘴炮 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 对吧 也不管回国 回国就被抓 你有种 像刘晓波 你有种回国 就被抓 我死在牢里 我佩服 这种人 爷们 对吧 不管你的政治立场 对不对 对国家民族 永远好处 咱们另说 对吧 就是你 至少你 你就说你愿为 你的所谓的信仰 愿为你的 所相信的信念 而付出一切 这种人 我是尊敬的 虽然我不同意 刘晓波的那些 所谓自由民主的东西 那全是忽悠人 知道不 全他妈忽悠人 从不到尽 从不到尽 全忽悠人 咱们再说 说实话 多年前 我从美国回国以后 我现在国内 我就跟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说 美国那个鬼地方不好 反正总组不是 也有好 但是大多数 我不习惯 我不喜欢那边 然后呢 那个安格罗萨克星人 那些 刻入基因里面的 种族歧视也好 傲骂 冷酷 残暴也好 让我非常不舒服 然后我就 很 当时我是 我是 我是06年回国了 那很多人 当时哭着喊着 没出过国的人 或者一有 就赚钱了 国内赚钱的人 全他妈的想移民 想留学 我说你别去 很多人不听 不听 但是我就说 你们去了 你们得记住 去了 那边首先赚不到钱 你所有的钱 全是国内赚的 对吧 你羡慕他们民主自由 有民主自由吗 黄河边 这两天 要发疯了 被 对吧 被 郭玛义那帮人 赌家门赌了 将近一个月了 对吧 还好还没被打呢 还有那个谁 被被被被被殴打 那警察也不管 加拿大美国警察不管 为啥 言论自由啊 你民主自由啊 对吧 就是你们那个 有政治主张 上面说 他死 啥都不管 随便你们 你们去搞 你们去那 是吧 然后呢 所以我跟你讲 民主自由是有代价的 是有代价的 我现在看 现在情况 欧美国家 已经没有 无力控制那些 那个新冠疫情的蔓延了 随着经济崩溃 和死亡人数增加 排华 风潮 也会逐步成为 并且愈演愈立地蔓延开来 到时候估计 对吧 我估计到时候 美国国会那帮人 会顺应他们的名义 出台一个新时代的排华法案 到时候 在北美 无眼链门 甚至 所有华人 不管你入门日记 只要你华人 包括亚裔的处境 会非常艰难 对吧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在2018年 在美国的华人已经到达452万人了 其中大概有40万左右的是留学生 我的建议是 就是说 没有入籍的 拿绿卡的 能回国就回国吧 对吧 没意思 在那边干嘛呢 国内现在最安全 没有疫情 没有人到处传染 对吧 也没有人忽悠你 对吧 你出去 也没有种族主义者 去攻击你 骂骂你 对吧 这种视频太多了 你出去购物 你坐地铁 你出去 人少的地方 不会有人攻击你 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那个 什么民主 自由 人权 人类的登坦 全他妈狗屁 都是那妈傻逼白痴 相信 忽悠傻逼白痴的 我当年在美国 我早就看穿美帝的邪恶 我告诉你 咱们 我70后 身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 对吧 那个 从小受教育 对吧 不知不觉 深入骨髓了 对吧 虽然我在美国 待了好多年 但是我就 不喜欢那边 对吧 不管多少人 甜美贵 没用 你去了 就是好多人 现在反共那帮人 把他当生意 你知道吧 你说他心里里面 他肯定后悔 但没有 是这个世界上 没后悔 要入籍的 恢复国旗 不可能了 对吧 反贼 法轮功 不可能回国了 回国就里坐 就里坐牢 对吧 所以他们只能咬牙 死挺 一条道走到黑 然后万一 我说万一 很有可能 排华分潮 那么你们 东亚人的 中国人 东亚人的 那个 人啊 就会倒霉 我现在 我现在给大家 朋友说一下 美国那个 排华法案的 那个前 前 后 情况 很多人都不知道 美国有过一个 排华法案 我跟大家说说 我现在先跟大家 说说说 那个十九世纪 美国的排华法案的 基本情况 排华法案是 共和党人 那个 Howard Page提出 共和党 共和党 美国总统 切斯特·埃伦 那个 在1882年 十九世纪 清朝的时候 1882年 5月6日 签署一项法案 成为美国法典的一部分 美国民主党人士 参与了对 参与了对该法案的 那个推动 1880年 对天津条约 续增条约的修订 允许美国暂停 华人移民 国会根据修订的条约 很快就制定了这项法案 这项法案 将所有华人劳工 距离美国之外 长达十年 其中1884年 修正法案 修正案 更限缩了 先前入境的移民 离开和进入美国的规例 同时产明 无论这些华人的国际 国际是什么国际 该法皆是用 1892年 该法案由 杰尔里法案 获称基睿法案 延长这年 到1902年 便取消了实现 法案被1943年 通过的马克冬森法案废出 后者允许 每年105名 105名华人 能入境移民信额 然而大规模的华人移民 并没有随之到来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